大家好,我是Stan 因为霸凌争议退出Listrapping的Kinggara 今天在退团后首次公开了自己的立场 8月11号,Kinggara透过朋友Amo的IG上传了立场文 首先向大家道歉 虽然有点晚了,这期间一直都没有可以说出我立场的机会 我为了我的梦想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说实话,我真的很担心 因为我过去的行为会毁掉了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但是一天一天的过去,对我的指责也越来越多 这让我更加恐惧 如果给我机会的话,我真的想要明确地说出我的立场 1.我从来都没有打过或者是对任何人施暴 2.我没有遭过强制转学 3.我没有饮酒吸烟过 4.我从来都没有欺负或者是排挤任何人 5.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而已 学校暴力委员会是中学一年级三五月的时候 因为刘某在背后说同学们的坏话 还上传其他同学的内衣照片 所以才会召开的 我只是为了想要帮助受害朋友去找了刘某 在这过程中我也有骂他 当时我不知道手术与多数的差异 也不知道这个行为是错误的 当时我只是觉得朋友之间要有意气 需要帮助受害同学 只觉得我是在行侠仗义 没有了解到事情的严重性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很不成熟 那个时期对我来说 朋友关系是最重要的 跟朋友相处的时间是最快乐的年龄 虽然我当时的方法是错误的 也有过不成熟的行为 但是我不想恨当时的我 父母亲常对我说 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 不要假装看不到 现在这一刻我也不会改变这个想法 我会为了我的未来更努力的生活 出道时我为了梦想奋斗的时间 出道后的两周对我来说 是我人生中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回忆 谢谢一直以来因缘我支持我的粉丝们 因为你们的支持我才能坚持下去了 我会继续努力的 除了Kingaram的立场文之外 IG也上传了学校暴力自治委员会的文件 而在公开的文件内容中能看到 Kingaram与其他女学生4名在附近小学跟线上聊天室 对刘某威胁辱骂的记录 并且文件中也明确标注了 Kingaram是加害者对Kingaram处于5号处分 对Kingaram的父母亲也下了 要接受特别教育5小时的处分 而那位偷拍同学内衣的刘某 则是收到了1号处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是我对普通的学生定义错误吗 这哪里是普通 真搞不懂为什么要上传这个 竟然自己在证明 真的接受了5号处分 跟曾经是小混混的事情 看来是小混混之间的仇价 但是你一直强调自己是普通学生 普通的学生不会在黑板写那些内容 也不会做那种手势 当时不知道手术与多数的差异 那现在知道了的话 不就应该要知道你当时的错误吗 知道的话就要安静一点吧 还这样到底是想要怎样 果然人要善良的过日子 他因为过去的行为在嘟嘟囔囔的时候 曾经暂时是队友的成员们 在接受最高级的待遇 已经在享受年轻富有的生活了 看完立场完后觉得 KINGARAM真的是不知道反省的人 怎么会上传自己接受5号处分的证据后 说自己是普通的学生呢 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逻辑的话能这样呢 能让这种不寻常的孩子出道的公司 也真是个问题 在出事后对应也真的是非常烂 不管怎么样 有着这样的过去 还想要出道的本人是最神奇的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KINGARAM是有点冤枉 我也以为是他霸凌打人了呢 这不是想要重新做idol 而是想要最后究章自己冤枉的部分 应该是想说 那个爆料的刘某 也是同样类型的一个人 说实话现在其他有霸凌争议的演员idol们 还在继续活动 只对没有肢体暴力的KINGARAM这样 真的是很过分 对于KINGARAM的立场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